猫女难溜,难溜就对了 巅峰局对付安斯路 傻瓜是教学 特别是这种距离拉得比较近的时候 猫就很容易中 那么我们中的猫的话 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靠自己的道具 然后猫女的话 比较靠某些角色 比如说什么挺好诗这样的 那么这开机这个点位的话 我已经看到了 这个猫女直接全程观赞 我们通过这个视角来看 已经看到猫女在小船的位置 然后已经前面跑人黄去了 然后已经在杀守护人 那么这一般来讲的话 它是不会来杀别的 是会来杀我这个机械师 或者杀我这个宗教师 那这边的话 它干扰守护人 那么我们猜到 它可能会抓我 但是我们秉着这个 不怕死的一个原则 那么赶快 这边的话就躲下猫 猫又怎么溜 就这么躲 就是觸摸一下 它可能会往前 或者往后 就是你只能做一种两种选择 然后进行一个博弈 那这猫女的话 看起来喜欢烦绕 那它猫一空的话 那么我们直接 直接交这个猫就行了 那这边的话 为什么它要交闪现 我这边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这个点位的话 它闪现开我一刀之后 然后它的猫CD就好了 它可以再放这个猫猫秒了 那这时候 左位 这猫是怎么办 盖这个板子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一定要防它在跳 不让它这个跳 你不要让它这个跳 跳到你的旁边来 你可以拉开这个距离 来进行这样一个情况 那这边的话 就是明显的一个拉力 那么这时候 没关系 我们找进去机会 直接下板 然后这边的话 我看他们把它猴 把它放猫的时候 把它猴掉 可以学习 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有 我们这个时候猴一下 挨在活动 三层猴的时候 瞬间就是说它血硬了 那这次一只猫就废了 对不对 那这时候的话就很有效果 那没关系 我们在跟它脖一下 哎 就盖这个板子 然后它要想杀的话 必须要等下一个猫 所以我们完全不会怕它 然后这边 我们玩有全 完全不怕它 但是不知道这波有点毛病啊 可能是这个飞的没跳出来 也可能是这个距离 没把握好 总之呢 就是说这一波 有点亏了 那就没有6的 他非常好 可能说没勉强强 但是呢 这猫你这个角色 不好6是真的 确实是不好6 特别是我们的洛书大医生 咒诗这个组合 哎呀这个猫也是非常变态 那么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是咒诗师 咒诗这个角色 真的我觉得 大家如果说喜欢玩的话 喜欢的话 可以真的可以玩 那这边的话 它这个走木 就得勉勉强强强吧 好猜这一把是有机械式 没有机械式在的机 那么点击就非常快 然后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直接 就是说 远离这个电极 远离遗产机 直接死开 冲啊 冲啊 带着我们的遗产 带着我们的尸体 那牵粉啊 牵来牵去啊 然后牵完之后 再加满救一下就行了 然后这个守木人 其实一般来讲 应该是要再救一波的啊 守木人在到处逛街 什么可能都不知道 那这守木人的话 前面被骗了一下 那这个产值还有一个啊 这就是 这就是说 在这个加强办法后 这守木人 还是 强度还是可以的啊 比之前的话 有很多的一个容错 那这边的话 只需要压满就行了 他们厂商在外面才心急 然后猫女的话 你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提前过来骗猫啊 就是说猫女会眩阴水水的话 一定要注意 我们像这种两个人一起救 那么你就要防一种情况 就是说 眩阴导致出现说人抬走啊 就是人飞天 一定要注意 这个话 哎呦 这个机械手运未吃 哦 那么只能救我 那么也行啊 我差点就怕这个西斯不行 那这时候不着急 我们不着急就要猴啊 这时候砍他 因为这时候有没有躲他猫 然后我们可以骗他一下 拖一下时间 这时候但是千万不能吃猫 或者吃猫的时候 一定要这个 拖一会儿 因为电机还没有好 那这俩死两个 没关系 我们手里有猴子 做个动作 哎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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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闪现哦 你在砍什么 哎呦 该把没有杀你的板 哎呦 踩不到 哦 那开开开开开开 呃 赶快跑 这个赶快跑 这时候的话 看他杀水 哎呦 好像是在想杀我 他可能不杀我 因为手里有飞轮 他想杀的话是杀不着的 而且这一波闪现交过了 所以说我们直接往下边跑就可以了 所以说 哦 猫女难溜 难溜就对啦 啊 然后这边的话 就砍机也屎 机也屎 勤勤肯肯休机救人 那么把他卖了 那么挺好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机也屎呢 前面这么 他的娃娃在毛扯 那么他的话 电量是够的 所以说的话 我们直接往小门来就行了 完全不需要 卡让机也屎的娃娃 回去守啊 回去救自己的 自己的这个 呃 本体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这时候的话 还是防一手 确保吧 停顿一下 因为我们伤刮死他 如果说回来守小门的话 看别人是无所谓的啊 所以我们还是防一手 千万我们不要死的很恐怖 最好是不要死 因为我们伤刮死 一死就亏了 好 这种话 我去上机械师吧 机械师卖的 机械师就自己好了 没关系我们走了 我们三个人赢了就行了 好 喜欢我视频的话 可以抱歉一下哦 谢谢你们